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美國按照他的立國精神 當然行政立法司法 當然是要分立 可是有沒有分立到這麼絕對呢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佩洛西曾經講過 他說你要阻止我的話 拜登親自打電話給我 嗯 喔對 那表示這是有得商量的 而且他還很生氣 叫拜登自己來講 叫他自己來跟我吵 因為他的意思本來是說 那你不要我去 那你自己要來跟我講啊 嗯 結果拜登沒講 嗯 那說我不能 我不能講 那表示 他當然沒有 對他沒有強制力 可是你對他還是有影響力的 嗯 就這麼簡單嘛 那人家叫你來講你不講啊 就跟 台大日子跟林志堅講說 欸你來說明一下 你就不要 對對對 這個 兵哥這個例子舉得超棒 沒錯沒錯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啊 嗯 那你明明可以發揮影響 你不發揮那 那怪誰 那還是你根本不想發揮 你就故意要讓裴洛西來這一趟 嗯 這就是看拜登你自己心裡怎麼想 那我是覺得裴洛西所用的詞彙 他故意去講說習近平的行為 像嚇壞的惡霸 假設這個邏輯可以成立的話 那我想請教一下 古巴飛彈危機的時候 欸古巴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那是他的固有疆土 雖然我們否認 我們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土 對對對 對啊 可是 至少人家是這樣認為的 那古巴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你們是鄰國而已 你對古巴有控制權嗎 你有資格干涉古巴的行為嗎 沒有欸 結果人家古巴不過蘇聯要在那邊射個飛彈 你馬上就說 你敢來我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嚇壞的惡霸 對啊 那你是嚇尿的惡霸 呵呵呵 不是嚇壞 你是直接尿了 那美國當時在古巴危機裡面就是 嚇尿的惡霸 哦 你根本就是嚇尿的土流氓嘛 不就這樣嘛 不然的話欸 你直接要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國家都有美國家自己的利益 我不是說 中國大陸來台灣演習這些我認同 我不認同 畢竟這會威脅到台灣 可是問題是 你們要去指責別人之前 是不是先自己 地位先站穩一點之後再去指責別人 殺拋尿照照鏡子 你說趙立堅指出來這些東西 老實講 他講的哪一個不是事實 你美國到現在在古巴的關達納摩 你還是有個飛地在那裡 你還是不肯還人家 不是嗎 就是這樣子啊 你當初要入侵國內納達的時候 英國反對 他原來的中主國英國是反對的 你還不是照幹 對 你理都沒理哦 那更不要講 過去好幾次你要派軍隊出兵的時候 聯合國是反對的 嗯 英法是不贊成的 你美國還不是照幹 一直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有在管國際怎麼想嗎 沒有啊 那是這樣只有你美國可以 你是怎樣 你是 美洲民進黨 是這樣 只有你行別人都不行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們大家要在國際上 我們至少講個基本道理 那美國最讓人家遺憾的 就是他從來沒在跟你講什麼道理 他就是看拳頭 美能你不能 是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我也覺得布林肯講那個很奇怪 如果任由一個大國欺凌小國 我想如果對某一些獨派人士的解讀說 你看你看美國承認我們是個國家 雖然是小 但也是國 台灣是小啊 這大家都知道 那可是問題來了 布林肯假設你們真的 美國真的是這樣想話 那你美國就承認台灣是個國家 來建交啊 對啊你就來建交啊 來嘛來嘛 你派培洛西幹什麼呢 你直接跟台灣追加不是最能吃雞老公 對 氣炸 直接把習近平氣死 不是更好嗎 嗯 那為什麼不這樣做 你不是要伸張正義嗎 你不是認為台灣 有權利交往自己的朋友嗎 那你為什麼不跟台灣交朋友 欸 奇怪 你在那邊講的正天假想 結果你自己就不跟台灣交朋友 全面上是哪一招 嗯 這不是很好笑嗎 你知道你們講的每句話都在自打嘴巴嗎 這是很明顯的邏輯錯誤嗎 所以 美國每次指責別人的時候 我真的都覺得很好笑 因為你自己都犯過同樣的錯誤 你就喜歡指責別人 那難怪會被大陸拿出來說嘴 就是你自己活該 那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真的就是這樣 佩洛西走了之後 台海危機才真正開始 現在海峽中線被抹掉了 人家現在告訴你 我階段性演習結束 可是以後我就是常態性的巡航 對 這很簡單啊 就是以前過去兩岸之間所有的默契 全部結束 我直接的把你視為 你就是中國的領土 我剛剛你怎麼喜歡 你就怎麼選 我在你的空域 在你的海域 我想怎麼搞我就怎麼搞 對啊 就是這樣 他就準備這樣 那以後 因為他現在既然把他這邊直接視為 就是我的領土 所以我剛剛在我的領土上面演習 需要通知你啊 對啊 還想你美國同意嗎 對啊 所以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其實是讓台灣的處境更糟 那美國如果像你口口聲聲的你這麼支持台灣的話 那照理來說你不應該讓這個情況發生啊 我不相信以美國的情報系統 你不會判斷到 佩洛西來了之後會演變出這種狀況 你一定也 你一定能夠判斷出來的 你不是俄乌戰爭預測的很準嗎 嗯 那這個情況顯然你也可以預料得到啊 那請問一下美國做了任何準備嗎 你只有派了一艘雷根號在旁邊兜圈 還不敢離得太近 那其他美國做了什麼 再來講 你看上次96台海飛彈圍巾的時候 那時候解放軍相對比較弱 25年26年前 解放軍那麼弱的時候 你都派兩個航母戰鬥群來了 這一次你不會派個八個來啊 哇那十個都出動了 你十大航母戰鬥群全部出動了 對不對 那 這才表現你的決心啊 不是嗎 表現你站在自由民主的這一方啊 表現你力挺台灣啊 結果不是耶 你嘴巴上說力挺台灣 結果先往後跑 這什麼意思 沒錯 你不就弄我們嗎 你不是叫我們台灣去頂個鋼 趕快往前衝 把我們當傻瓜喔 那情勢現在就被你美國搞成這樣啊 你如果 你覺得這個情勢是你應付不來的 那你就要一開始就要警告裴洛西 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這一切後果你自己負責 那請問一下 你有這樣告訴裴洛西嗎 我看是沒有 當然沒有啊 裴洛西的作為看起來不像 我覺得他才比較像嚇壞 他根本沒有預料到 會出現這麼嚴重的狀況 有沒有我看到的你最厲害的準備 最明顯的準備 就是把你的主力撤到第二線 這就是你的準備 那請問一下 你不是在實質上準備拋棄台灣嗎 所以講那麼多有什麼用 嘴巴講沒有用啊 實際的行動拿出來看看啊 要嘛承認台灣跟台灣建交 要嘛你直接派軍隊來駐守 或是直接 老共竟然宣誓常態巡航對不對 你也宣誓我常態巡航啊 我沒事就通過台灣海峽 對啊 我固定 我固定一個月就要通過台灣海峽一次 那有給我想啊 我告訴你 現在這個情況對台灣來講更糟的就是 以前我們一直想說美國 你要賣我F-35 要賣我神盾驅逐艦啊 要賣我其他高科技武器啊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發現現在這個狀況以後會怎麼樣 美國不賣了 他不可能 因為 他如果賠過信賴都會這樣 他如果賣我們F-35 你絕對會發生什麼事 就打起來了 我覺得差不多就要打起來了 因為現在國防部可能知道 我們的戰機這個戰力不夠 萬真有我跟你講 一個腦充血就把F-35派出去了 你覺得啦 你覺得 解放軍會等著看到 你跟美國接收了一大批F-35 然後全部訓練好之後 再跟他開戰嗎 對對對 你覺得解放軍會 無聊到這種地步 他可能會斷掉所有接收這種 新世代武器的機會 是啊 所以我跟你講 台海之後 情況是越來越嚴峻 這都是你美國造成 對 經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 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 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說明一下 打折 Heat 別 散 散 散